历代至下,第十一章,罗伯安来到耶路撒冷,招聚尤大家和宾亚敏家的人,共是八万,都是挑选的战士,要与以色列人征战,好使国归回罗伯安。 但耶和华的话临到神人士玛雅,说,你去告诉所罗门的儿子犹大王罗伯安和在犹大变雅敏的以色列众人,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可上去与你们的弟兄征战,各归各家去吧,因为这事是出于我。 众人就听从耶和华的话归回,不去与耶罗伯安征战。 罗伯安住在耶路撒冷,在犹大帝修筑成义作为宝障。 他修筑了伯利恒、以坦、提哥亚、伯素、缩哥、亚杜兰、加特、玛丽莎、西福、亚多莱因、拉吉、亚西加、 索拉、亚雅伦、西波伦,这些都是犹大和宾雅敏的坚固城。 罗伯安又坚固各处的保障,在其中安置军长,又储备粮食,油和酒。 他在各城里预备盾牌和枪,且事成极其坚固。 犹大和宾雅敏都归属了他。 全以色列的祭司和立位人都从寺境来归从罗伯安。 立位人撇下他们的郊野和产业,来到犹大与耶路撒冷, 是依耶罗伯安和他的儿子弃绝他们,不许他们供职,做耶和华的祭司。 耶罗伯安为秋坛、山羊并他所铸造的牛犊,自行设立祭司。 以色列各支派中,凡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以色列神的,都随从立位人,来到耶路撒冷向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仙祭。 这样,他们就兼顾了犹大国,使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强盛三年, 因为他们三年之间遵行大卫和所罗门的道路。 罗伯安娶大卫儿子耶利摩的女儿马哈拉为妻, 他也就是耶稀的儿子以利亚的女儿雅比孩的女儿。 他给罗伯安生了几个儿子,就是耶乌施、士玛利亚、撒罕。 罗伯安后来又娶押沙龙的女儿马家,马家给罗伯安生了雅比亚、雅太、细撒、士罗密。 罗伯安爱押沙龙的女儿马家胜过所有的妻妾。 他娶了十八个妻子和六十个妾,生了二十八个儿子和六十个女儿。 罗伯安立马家的儿子雅比亚为太子,在他弟兄中做领袖,意味着想要立他接续作王。 罗伯安办事精明,使他众子分散在犹大和遍雅敏全地各坚固城里, 又赐他们许多粮食,为他们多寻妻子。 历代治下第十二章 罗伯安的国坚力强盛的时候, 他就离弃耶和华的律法, 以色列众人也都随从他。 罗伯安王第五年, 埃及王室撒上来攻打耶路撒冷, 因为王和民对耶和华不忠信。 是撒带战车一千二百辆, 马兵六万, 并且跟他从埃及来的路比人、苏基人和古石人多得不可胜数。 他攻取了犹大的坚固城, 就来到耶路撒冷。 那时, 犹大的首领因为是撒就聚集在耶路撒冷。 有誓言者士玛雅去见罗伯安和众首领, 对他们说, 耶和华如此说, 你们离弃了我, 所以我也离弃你们, 把你们交在是撒手里。 于是, 以色列的众首领和王都自卑说, 耶和华是公义的。 耶和华见他们自卑, 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什玛雅说, 他们既自卑, 我必不灭绝他们, 我必使他们略得拯救, 不借着士撒的手将我的怒气倒在耶路撒冷。 然而, 他们必作是撒的仆人, 好叫他们知道, 服侍我与服侍地上的列国有什么分别。 于是, 埃及王室撒上来攻打耶路撒冷, 夺取耶和华殿和王宫里的宝物, 尽都夺走了, 又夺取所罗门制造的金盾牌。 罗伯安王制造铜盾牌, 代替那些金盾牌, 交赛看守王宫门的护卫长手中保管。 往每逢进耶和华的殿, 护卫兵就拿这些盾牌, 随后仍将盾牌送回护卫房里。 王自卑的时候, 耶和华的怒气就从他转消, 不将他们灭尽, 并且在犹大中间也有善意的事。 罗伯安王自强在耶路撒冷做王。 他登基的时候年41岁, 在耶路撒冷, 就是耶和华从以色列众支派中所选择立他名的城, 做王17年。 罗伯安的母亲名叫拿玛, 是雅门人。 罗伯安行恶, 因他不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 罗伯安所行的是, 自始至终, 其部都按着家谱的记载, 写在《神言者》是玛雅和仙剑伊多的年代至上啊。 罗伯安与耶罗伯安之间常有争战。 罗伯安与他列祖同睡, 葬在大魏城里。 他儿子雅比亚, 接许他作王。 必带至下第十三章。 耶罗伯安亡十八年, 雅比亚登基作犹大王。 在耶路撒冷作王三年。 他母亲名叫米盖亚, 是基比亚人乌烈的女儿。 雅比亚与耶罗伯安争战。 雅比亚率领挑选的兵四十万开战, 都是勇敢的战士。 耶罗伯安也挑选大能的勇士八十万, 对着雅比亚摆阵。 雅比亚站在以法连山地的喜马连山上, 说, 耶罗伯安和以色列众人啊, 要听我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层利言约, 将以色列国永远赐给大魏和他的子孙, 你们不知道吗? 无奈大魏儿子所罗门的臣徒, 你爸儿子耶罗伯安起来, 背叛他的主人。 有些无奈的匪徒聚集在他左右, 逞强攻击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 那时, 罗伯安还年轻, 心中怯弱, 不能抵挡他们。 现在, 你们有意抗拒大魏子孙手中 所制耶和华的国, 你们的人甚多, 又有耶罗伯安 为你们所造当作神的金牛犊。 你们不是驱逐耶和华的祭司亚伦的子孙和立位人吗? 你们又照着异地之民的样子为自己立祭司, 无论和人牵一只公牛犊, 弃支公民羊来承接圣旨, 就可做那本不是神的祭司。 至于我们, 耶和华是我们的神, 我们并没有离弃他。 我们有时奉耶和华的祭司, 都是亚伦的子孙, 并有力为人, 各尽其职。 他们每日早晚向耶和华烧凡祭, 和新香的香, 又在纯金的桌子上摆成设柄。 他们也照料金灯台和灯盏, 每晚点起。 我们棘守耶和华, 我们神所交付的职守, 你们却离弃了他。 我们这里有率领我们的神, 也有他的祭司拿着号筒, 向你们吹出大声。 以色列人啊, 不要与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征战, 因你们必不能亨通。 耶罗伯安却派伏兵绕到犹大人的后头。 这样, 以色列人在犹大人的前头, 伏兵在犹大人的后头。 犹大人回头, 见前后受敌, 就呼求耶和华, 祭司也吹号。 于是, 犹大人呐喊。 犹大人呐喊的时候, 神就在亚比亚与犹大人面前, 击败耶罗伯安和以色列众人。 以色列人在犹大人面前逃跑, 神将他们交在犹大人手里。 亚比亚和他的百姓大大击杀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扑倒死亡的精兵有五十万。 那时, 以色列人被制服了, 犹大人得胜, 是因倚靠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 亚比亚追赶耶罗伯安, 供取了他的几座城, 就是伯特利和属伯特利的乡村, 耶沙拿和属耶沙拿的乡村, 以弗伦和属以弗伦的乡村。 亚比亚在世的日子, 耶罗伯安不能再强盛, 耶和华攻击他, 他就死了。 亚比亚却渐渐强盛, 娶了十四个妻妾, 生了二十二个儿子, 十六个女儿。 亚比亚其余的是和他的言行, 都写在深沿者亦多的评传上。 必带至下第十四章。 亚比亚与他列祖同睡, 人把他葬在大魏城里。 他儿子亚撒接续他作王。 亚撒在位的日子, 纳蒂太平十年。 亚撒行耶和华他神演中, 看为善为正的事。 除掉外邦神的坛和秋坛, 打碎住相, 砍下木相。 吩咐尤大人寻求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 遵行他的律法和诫命。 他从尤大各成义除掉秋坛和湘坛, 在他面前鼓响太平。 他在犹大建造了几座坚固城。 那地太平, 那些年间没有战争, 因为耶和华使他得安息。 他对犹大人说, 我们要建造这些城义, 四围竹墙, 盖楼, 安门, 坐栓, 地还属我们, 是因我们寻求耶和华我们的神。 我们既寻求他, 他就使我们四围得安息。 于是他们建造成义, 诸事亨通。 亚撒的军兵, 出自犹大的, 有拿党牌, 拿枪的三十万人, 出自变雅敏的, 有拿盾牌, 拉弓的二十八万人, 这些都是大能的勇士。 古诗人谢拉率领军兵一百, 战车三百辆, 出来攻击犹大人, 来到玛丽莎。 亚撒出去迎战, 他们就在玛丽莎的喜伐古摆镇。 亚撒呼求耶和华他的神, 说, 耶和华, 我们或是有能, 或是无力, 除你以外, 没有谁能帮助我们。 耶和华我们的神啊, 求你帮助我们, 因为我们信靠你, 在你的名里来攻击这军。 耶和华, 你是我们的神, 不要让人胜过你。 于是耶和华在亚撒和犹大人面前, 击败古诗人, 古诗人就逃跑了。 亚撒和跟随他的百姓追赶他们, 直到杰拉尔, 古诗人倒闭得甚多, 不能再强盛, 因为他们溃败在耶和华与他军兵面前。 犹大人就夺了许多财物, 又积破吉拉尔斯维的一切诚意, 因为耶和华史其中的人都甚恐惧。 犹大人又将所有的城掠夺一空, 因其中可掠夺的财物甚多。 他们又积破群处的棚, 夺取许多的羊和骆驼, 就回耶路撒冷去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